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近期,乌克兰对俄军发起了一连串精准斩首行动,可以见证 俄乌双方的战争量级已经不在一个维度 无论是牵扯到高科技军事实力的现代电子战或情报战 俄罗斯的战争理念和治军理念已经十分落后 和乌军的战争实力相较,已出现明显的代际差异 当然,这些都离不开北约的相助 乌军队从第二阶段反攻开始,已改变现代战争的性质 并且正在走向胜利 北约军委会主席,海军上将罗伯鲍尔也曾说 乌军正在一个未经探索的理论领域 进行一场规模空前的战争 历史将讲述乌克兰如何改变现代战争 他们每天都在前进 取得每次成功都是迈向胜利的又一步 近日战斗中,乌克兰的无人机又出现一种新式的智慧型功能 就是无人机所携带爆炸装置智能芯片中 被植入一种叫特鲁伊木马的程序 它可以自己选择爆炸时间 当满足一定条件之后,便发生爆炸了 对打击目标实施准确摧毁或者斩首 比如乌军情报局发言人向媒体透露 9月24日一架乌克兰无人机 迫降在俄罗斯本土的库尔斯克哈里诺机场 接到机场的报告后 当地俄空军航空团的领导 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负责人一行 很快到达现场检查并拍照 而正当此时无人机突然爆炸 造成了多名俄空军某航空团的高层将领 俄联邦安全局官员 以及机场负责人员的伤网 其中包括俄军第14航空团司令员的一名副手 当地一名航空局的官员 俄联邦安全局的军事代表 以及机场几名工作人员与负责人 据悉,这是一座军用机场 距离库尔斯克市中心约7公里 自俄乌开战以来禁止民用飞机使用 主要装备苏30SM战机 由俄第14日丹诺夫禁卫战斗机航空团驻守 袭击发生时 乌军无人机发生剧烈爆炸 死伤者被带离机场 花费很长时间 据俄罗斯航空电报频道 战斗机轰炸机上的一名航空军事博主报道 我要写一点东西 哀悼我的战友 我们会回下去 据这名作者说 乌军可能在无人机的爆炸装置中 植入一种叫特洛伊木马的程序 使其携带的爆炸装置 可以自己选择定时进行自杀式爆炸 无论无人机是被击落还是自行迫降 都会在满足一定条件的状态下 突然发生爆炸 让敌人防不胜防 乌军另外的一个袭击事件 是智能无人机对俄控区的军事工厂进行摧毁 俄控区的卢干斯克州普罗基涅市的俄军弹药库发生严重爆炸 导致一座军备物资生产工厂的一半以上消失 据俄方电报频道说 普罗基涅的尤诺斯特工厂发生剧烈爆炸 该地俄军的多处弹药库被点燃 现场浓烟滚滚的 爆炸连续不断 导致了尤诺斯特工厂约一半被摧毁 救车正在赶往现场 迫使当地学校停课 索罗基涅自2014年一直被俄方占领 此地已经靠近俄乌边境线 尤诺斯特工厂原来生产导弹和航空航天方面的专用产品 后来被俄罗斯改作军舍机 下来说准确的情报站 这同样需要精准的高科技配合操作 在对黑海舰队司令部首脑进行精准斩首的同时 乌军还对赫尔松战区前线俄军军官的团灭 据乌韩国家通讯社报道 有乌韩安全局的一位消息人士称 南县赫尔松战区乌军炮兵使用了海马斯 对俄罗斯第24摩布斯发动一次精准的斩首行动 9月26日 俄军第24摩布斯T12团的军官 正在司令部召开每日会议 结果遭到乌军海老师的问候 据乌方公布的视频显示 有8名俄军军官被斩首 7人重伤 6次被团灭的俄军会议现场惨不忍睹 另外 还有乌军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 乌军第30机械化旅发射无人机 对地面俄军进行精确打击 躲在被摧毁坦克后面的俄军 被从天而降的无人机无情的打击 大俄侵略者被炸的人仰马翻 视频最后显示 有一名幸存的俄军士兵想逃跑 但还是被无人机不幸打中了 这个画面太过血腥残酷了 但不对侵略者进行打击 不知还有多少小乌坎平民要遭殃 截至目前 俄军阵亡的总人数已经快突破28万 据俄方新闻周刊报道 俄罗斯动员兵在战场的平均存活时间 只有四个半月 相对来讲 动员兵中的社会老油条 活存的时间要长一些 而二十岁的年轻动员兵 一般活不过两三个月 超过一半的动员兵 在战场上活不过五个月 更残酷的情况是 俄军每五个动员兵中 就一个人收到了船票后 在战场上没能活过两个月 新闻周刊提供的设计 是在对三千名阵亡动员兵分析后得出的结论 其中 仅有四人在战场上活过十一个月 每十个动员兵就一个人的年龄小于25岁 俄军动员兵有一半以上年龄在30到45岁 也就是说老油条基本都活了下来 而小年轻人基本都挂在战场 之前就有人说 现在俄军士兵并不好待 自从瓦格纳崩盘后 大部分由动员兵组成的前线俄军 以失去进攻能力 这种拉垮的战场状况 早被还算比较耿直的瓦格纳头目 不得革金 提前不幸预告了 也是的 经过社会毒打的俄罗斯老油条 谁愿意为海外有豪宅 有情妇 有存款 有游艇的客工 或国防部总上司卖命迹献呢 谁撒逼啊 所以俄军前线将是出攻不出力的普遍状况 导致战场连续失败 仗打成这一样 不必考察用脚趾头都能想到的事 但投降撤军又不容易 这就难怪莫斯科发言人三副一娃呀 已经快疯了 俄罗斯从顶着第二大军制强国的虚名 被打得露出了底裤 T-62都被迫拉上战场 还能怎样 对面各种高精度武器层出不穷 鲍2M1都来了 后面那些F-16远程导弹还没出手呢 更重要的是俄罗斯经济现出原形 就是一靠卖资源的大号沙特 军工产业彻底沦为三流 要求伊朗卖无人机 这以后咋过呀 那些说用苏联旧坦克老武器 消耗北约的 一定没把俄罗斯士兵当人看的 这些武器上战场 那是让人送命的 都是爹娘生养的 不要以为俄罗斯人不怕死 去年动员令出发 各国的海关统计两个月 俄罗斯青壮年润出去七十多万 到现在上百万了 武汉士兵虽然也怕死 但后面是自己的家将父老只能批命 这是不能比的 这种侵略战争 你武器精良速战速决 那可能得逞 到消耗战基本就没胜利的可能了 那些不承认得到多助 其实简单 你看支援武汉武器的国家 那都是正大光明啊 支援多少都是清清楚楚 通告世界 唯恐世人不知啊 反过来 你现在哪个国家敢明面上支援俄罗斯武器 就伊朗这种浑身上下脏水的 卖点小磨砣 也要辩解是开战前卖的 唯恐惹上这一坨啊 那些拿俄罗斯去年 三千多亿顺差说事的 大概不知道俄罗斯去年这几批 萎缩了2.1 也不知道去年12月 严厉制裁起作用后 俄罗斯能源收入一季度 跌了45% 要知道俄罗斯财政收入 70%以上是靠能源 这一季度赤字就290亿美元了 这没钱达不起仗的 那些拿二战比较的 可以去看看二战时 美国给了俄罗斯多少元猪